也这样跟我讲过 就像他这样 那天我们俩已经吵了一架了 我说我挺着个大肚子 你考虑过我的家人吗 你不跟我求婚 你考虑过我姥姥姥爷 我妈妈吗 他们会问我领证了吗 孩子都要生了 然后他意识到了 他就走了那天 然后就是去跟我买戒指了 但是我知道他身无分文 他身一分钱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你知道 我有那个 就是商场的那个会员积分卡 一会儿我那个手机叮响了 那个积分进来了一个大数 我当时就想 完了完了 他肯定去给我买戒指了 因为那个数字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数额 我就知道完了 我跟他发了这个脾气 他肯定很认真 然后到晚上 他就恨不得是走着回来的 就一回来一头 我说你 他说我身上一分钱都没了 然后那个坐公交车回来了 然后我说你干嘛去了 然后他就是 我们家有狗 他就甲州遛狗 把那个戒指拴在狗的那个脖子上 因为狗一进来就会扑到我这儿 我就会看到 他也没有太多的那个仪式 但是花了很多钱 然后我说你这钱 他说我今天去找了 谁谁谁先借了多少 我又找谁谁谁借了多少 我之前投过一个什么什么 我把那个股份全部都撤出来了 我其实心理压力很大的 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 我是要你跟我认真求婚 我不是要一个这么贵重的东西 然后男生其实不懂的 我就觉得 也就你知道那种 很简单 然后这个戒指 我自己还了十二个月 你懂了吗 真是 后来我就很 我说你不要去 擅自给我买任何东西 因为他也用了什么花呗 什么信用卡的透支 我每个月他说 我又得还款了 就这么每个月 每个月每个月 还了一年 把这个才还完 到现在我不满意 那个求婚 我就是觉得 你这样去解决一个问题 可是我觉得 我跟苏苏一样 我们当初 就是嫁给你的时候 就是因为爱情 从我的心里很纯粹的 你不要用任何东西 去把它玷污了 你不要跟我讲什么 你的责任 那都是你的事 你一无所有 很赤诚的样子 就我已经 已经接受了 而且他当时 给完我那个赞戒的时候 我是挺幸福的 然后我就躺床上 可是会过来一会儿想 不对啊 没跟我求婚啊 没跪下 还是没有这仪式啊 我就啪又起来了 我就去厕所 他在那儿 我说 我说我不高兴了 他说又怎么了 昨天刚吵完 今天戒指买了 怎么又不高兴了 我说我觉得 你没有求婚啊 你没有怎么怎么样啊 啪把这戒指一甩 我说我不带 我生气了 进屋了 我就觉得 这是哪跟哪啊 钱花的不是地方 没花到这儿 然后就生气 真特别生气 他在那厕所泡澡呢 过了一会儿 裹着一个浴巾 你知道吗 裹着一个浴巾 拿着那个钻戒 把浴巾一弄 然后就给我跪下了 他说我一无所有 那其实很难得啊 对啊 非常非常难得 我跟你都没做过 这种事情 对 然后就说 我一无所有 你给几张 他当时求婚的时候 我非常感动 因为他说 我一无所有 我也没有钱 我什么都没有 我很感谢你 给了我一个生命 因为当时 我就是被你那个画面 感动 感动 出什么事了 没有 没有 我去上了个洗补间 他把你怎么求婚的情况 说出来 其实 想说什么说出来 说出来 你要停 不 其实那个 曼婷 他能把这个 故事啊 讲得那么 浪漫 那么 看起来 好像我很不错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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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是因为他 非常爱我 我两次 跟他求婚 现在想起来 就像 有点像 开玩笑 没有那么 就是没到 没到点上 对 那不是他想要的 那只是我觉得 还不错 我觉得 那个是不是还挺浪漫的 还挺好的 但其实 他能这么讲出来 他 他其实还是维护我 他一直都是 他讲话 其实 都是在 抬着我 把我讲得 貌似 还不错 还挺好 包括刚才那个 没钱啊 什么的 那些东西 你们可能还觉得 这是 这小子 其实不是挺好的吗 我给他 其实也就是 看起来好看 其实做得不好 我没给他 任何方面 享受 对 都没有给到他 足够 可能很多东西还没有 都还没有调整好 然后夸一下 然后所有的东西就 又复合在一起 叠加在一起 就其他也没有做好准备 对 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没适应过来 对 但这个时候呢 我也不想放弃 有没有后悔 怎么刚刚从一个 对 你又跳出来 又跳进另外一个圈子 是啊 我也经常这么想 怎么就这么快 老天哪 快乐一点吧 对 而且呢 还不能 那么简单的 就说分开就分开了 是啊 有一个孩子在那 我们两个都 那个时候互相认同 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孩子 我们当时可能就 真的就分开了 因为真的不太合适 因为分开太容易了 嗯 嗯 我还没看到这个孩子 所以我们就能复杂住